你家庭父母都在一起吗 不在 我也不在 这么巧 但是你妈妈可能是一个 把你照顾得还挺好的人吧 我就刚出生 一直以来都是妈妈带着 外婆外婆带着 其实我觉得单身家庭 就没有什么区别的感觉 你也不在 不在 就我看单亲家庭的人 看得很准 是吗 你觉得我是是吧 对 我就有一种感觉 对 我 我妈妈走了 没多久 去年的事情 然后我从小就是 跟妈妈在一起生活 就是没有爸爸 对 然后现在是后爸 但是对妈妈很好 所以就是我也把他当星巴一样看 然后当时我录路的派对 我其实那段时间上海苏州来回跑 然后就是因为我妈不愿意让我在医院待着 因为她觉得那个医院病菌太多了 然后我抵抗力又特别差就赶我走 但是我不走 我每天都睡在医院里面 我也不敢不敢离开 然后后来就赶我走就去录节目 结果就我还纠结那天 我说我应不应该去 然后我去了之后第二天就出事了 然后赶回去之后 然后我没有看到妈妈之后 我没有看到妈妈之后 好心疼她 从妈妈那个事情过之后 我没有就是从来没有就是放声大哭过 没有那种崩溃过 然后后面就整个人就是感觉一下子就是 打击说得太大了 然后一下整个人就变了 变得特别喜欢一个人呆着 然后就是很多情绪吧 也更不喜欢说 以前就是还能跟好朋友讲一讲 现在就是完全不说 他们都非常担心我心里出现问题 因为我没有爸爸从小就只有妈妈 然后我妈妈也不在了 就感觉全世界都抛弃我 但是小姨啊外婆啊 他们给的爱特别多 其实还是蛮开心的 就是有这样子的家 就是亲戚嘛 我觉得还蛮好的